之前有学校做了份摸茶,发现小朋友最喜欢将钱用在理财上面。 但是钱到手之后,小朋友就只不更加享受洗钱的乐趣。 不过,亦有好自觉的小朋友,64年级的黄金威,过年拿了五千元利是,他说要全部存起身。 我现在留住以后,买屋,买屋,大一点的,他说其实自己也有很多东西想买,例如玩具不起吃, 不过一想到要存钱买间,可以放张乒乓球桌的新屋给自己,就忍住手了。 也有小朋友是被逼忍住手的拨,在东湖新村这里,马多玛小朋友在档口追着妈妈,唱大字。 换了多少钱呢? 一百。 你这个钱够不够换的呀,搞什么? 不够,然后怎么解决呢? 七一块五,七一块五。 跟谁借的呀? 妈妈。 一个嘛都嘛,个白元大招干买都有不少的,原本以为终于可以适应梦想了, 不过。 这有两个,四百块我还有。 他说他要我这红包钱,要我买个平板呢,他有收过,收过就有收过。 但是我们为了孩子的缘故,我们都,家里都不装电脑的,没有办法的,我就控制它。 我不想买了,买了又不知道放了,卖又卖不了多少钱,那费钱。 爸爸妈妈怎么问你呀,这个钱有没有办法? 可以借给他吗? 没有,然后,然后我就逃不回来了。 小朋友,其实我们都替你难过的,不过想一下,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而已。 讲到怎样用利时链,多数小银仔内心的想法都是用在吃喝玩乐上面。 但是怎样用利时链,本身就是一堂理财科,亲自之间不妨多点谈讨。 好,广州电视记者谈订听到这里。 谢谢。 谢谢。